《合併與勾併》 在我當大學生的時候 我們當然都要學會計 我們學會計 這個合併跟勾併都會產生一些損益方面的問題 事實上在我們當大學生的時候 合併跟勾併所產生的損益 它叫非常損益 那大家知道這個非常損益 是一個少見的一個會計科目 因為你會覺得說 因為它發生的頻率不確定 甚至它會不會發生 你都不知道它會不會發生 就跟地震啊 就跟那個天然災害一樣 它算作是非常損益的項目 那今天好像不能算非常損益的項目 原因在哪裡 因為今天這個合併跟勾併 變成是一個非常常見的一個會計上的事件 我們舉例來講 大家都知道科技產業 它常常藉著這個合併與勾併 去取得另外一家公司的一些專利權跟技術 我們曾經估計過像是甲骨文 或是像是Cisco 那樣的科技產業 它每年所進行的合併與勾併的次數 可以高達幾十次 幾十次喔 就一年裡面可以構併幾十家產業 那如果一年裡面能構併 能夠發生幾十次的話 這還能不能算是一個非常損益的項目 當然就不會 那所以合併跟構併 它事實上是現在很多產業 它用來擴充或是取得一些資產的一個主要手段 那所以呢 而且它是會經常性的發生 就像你今天看到台灣的一些產業來講的話 台積電 它也會在某些形式之上 它會去購買另外一家公司的資產 比如說它前幾年 它購買了一些太陽能 比如說茂迪的蠻大一部分的股權 對不對 它也想介入太陽能的設備方面的一些晶片 的一個設計 它當然也有 我們看看很多的產業 它很可能向下游或是向上游去整併 所以它會去購買一些下游廠商 或購買一些上游廠商的一些股份 所以合併跟購併 事實上是現在企業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投資的決策 所謂投資的決策 因為它是購買其他公司的資產或是股權 對不對 所以它是投資決策的一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一個picture裡面的一個一部分 我們通常來講企業裡面 經營前 經營權可能會改變 原先 我們有董事會 董事會呢 控制我們這一家公司決策的權利 比如說它會決定誰是CEO 決定誰是CFO COO 類型 通常來講 就是說 我們的董事會的投票的過程 我們在之前有跟各位講 就是 你佔有相對多數的股權的百分比的話 理論上你應該就可以掌控董事會相對多數的息事 那你如果能夠掌控董事會相對多數的息事的話 那理論上 這家公司所有的決策應該就會受相對多數息事的董事會的那個團體所掌控 那通常呢 我們會說這個takeovers 就是說 這個決定 這家公司主要營運策略方針的 這個相對多數的董事會的息事 那改變了 變成另外一組人 變成另外一組人呢 我們說這個整個接管或是takeover的這個產生呢 它大致上可以有幾個方式 一種方式呢 它是由收購 第二個方式是用委託書的一個Poxy的一個Phi 就委託書的一個爭奪 然後改變經營權 那另外一個的話是整個的下市 整個下市整個公司的一個經營權 那當然也是轉變 我們先來講這個下市 我們所謂的經營權呢 當然 轉變有蠻大一部分就是說 你整家公司很可能被買走 然後很可能就取消 我們舉個例子 像那個 我們之前有談一些私募基金 那私募基金呢 它經常介入一家公司的一個經營方式就是說 把它所有流動在外的股票買走 買走以後呢 全部註銷 這家公司就變成是一家私人的公司 就不是公共的公司 那如果這樣的行為 那當然就是屬於是下市 Leverage Buyout 這個Leverage Buyout 有可能是來自於外部的資金 有可能來自於公司的經理人 因為公司經理人也可以做同樣的事情 他跑到銀行去借錢 然後公司的經理人自己也出了一些錢 然後全部呢 就把流動在外的股票買斷 買斷以後就把它註銷掉 那這家公司就變成是私人的公司 那除了我們剛才所講的私募基金以外 那當然也有一些是 原先的出資者 比如說像四季飯店集成Four Seasons 那原先比爾蓋茲跟一個阿拉伯的王子 很可能是這家公司比較大的股東 後來呢 他就覺得說 這家公司 因為他是 原先是一個公開發行上市的公司 然後他覺得說 為了迎合分析師 為了迎合法規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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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對 那會發掉那個 主要的公司經理人非常大的 一個 經歷 那他就覺得說 其實這樣的過程 很耗時的 那 而且他們 自認為說 我 這家公司應該都是會賺錢的公司 所以如果說我這家公司如果會賺錢的話 那我大概就不需要到資本市場上面去籌資 OK 所以 後來 比爾蓋茲跟阿拉伯的王子 後來就把錢 測一測 就把 拿回來了 就直接 就 等於是 用我 賺的錢去 做成長 做擴充 OK 所以呢 有可能 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leverage buyout 借錢 然後 buyout的話 是買斷 買斷所有的股票 然後 讓這家公司下市 另外 偉多書的爭奪 各位要知道 我們剛才講說 掌控這個董事會的人 事實上只是相對多數 相對多數很可能就是說 現在掌控我這個董事會的人 那 出資者很可能只是我 全部的流通在外股票 好像可能 百分之二十五或二十五 那這個百分之二十五 目前是相對多數 所以他掌控的董事會 那 如果說 現在的董事會 他的經營成效不彰 那我們假設 我們有第二個團體 就好像我們 最近在看日本的那個 改選 OK 那 原先的民主長 他事實上不是絕大多數的 OK 那 他只是相對多數 然後 他再結合一些小黨 就形成執政聯盟 對不對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 我們的經營權也可以這樣子 如果今天有第二大黨 第二大的那個 在野的勢力在那邊 那這個在野的勢力呢 當然 比不過相對多數的那個 主要執政團體 但是 各位不要忘了 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股票 是持有在誰的手上 其他小股東 或是 或是 一些法人的手上 那各位知道 有很多的法人 他投資的目的不在經營權 他只是在現金流量權 如果說 現在某一家公司 在位的那個經營者 他的財務績效不太好 可是有一些在野的勢力 他可以去說服其他的法人 或是其他的散戶 把他手上的普通股的投票權 用委託書的方法 轉委託給這個 我們所謂的那個 在野的勢力 各位要注意喔 我們說持有股票 當然就持有股票的投票錢 可是你要知道 絕大多數的 股票的投票權 可以經由委託書 就轉移給他想要投票的 那一個團體 所以今天呢 我們說法人的投資人 或是散戶 他不用把他的股票 過固給這個 在野的團體 他只要把投票權 用委託書的方式 轉移給我們的 在野的團體 他可以在這一次的 股東大會裡面 投票的過程當中 然後產生新的一組董事會 那可以贏過 原先的那個 相對多數的董事會 就可以了 因為原先的那個 掌權的那個 董事會很可能 只有掌控到 百分之二十五的 投票權 OK 所以我們這邊會說 是委託書的一個爭奪 因為理論上 不是只有在野者 才能夠爭取委託書 當權者能不能爭取委託書 當然也可以 所以理論上 應該是在野者 他應該要去說服 為什麼其他的賞戶 或法人 應該把委託書給他們 他們應該提出一些 新的營運方針 OK 那當然當權派 當權派也可以爭奪委託書 他也可能可以說服說 我可能要比現在的在野黨 比較好 OK 那當然委託書 幾乎我們法令上的規定 是不能有價有償去移轉委託書 但是因為現在幾乎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說有一些散戶很可能會 可以讓雙方面來 叫價 說 我今天有多少股的投票錢 你要給我什麼好處 我就把委託書給你 OK 所以到頭來 私底下都有人在那邊 喊價委託書 應該是多少 但是 這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的 那所以這個委託書只是 我在這一次的股東大會裡面 我拿到了相對多的投票權 我就可以把 現任的一些 當權派把它換掉 OK 那再過來就是我們想要講的 收購 收購來講的話 他有不同的形式的收購 那一種收購的話就是 完完全全就是兩家公司合併在一起 那另外一種形式的收購是說 我先買入部分的股權 那當然我這部分股權很可能 就可以形成相對多數 那我可能可以直接掌控你的經營 但是呢 兩家公司來講 很可能就是 是 外觀上看起來是獨立的 兩家公司 OK 我們舉例來講就是說 台信金控 他購買了彰化銀行 原先是一個可轉換的一個特別股 那後來轉換成普通股以後 他現在也是彰化銀行相對多數的一個 一個大股東 當然呢 彰化銀行 他其實有很多的股份 是承控在財政部的手上 但是是財政部的不同的單位 或是其他銀行的控股上 所以呢 雖然第一大的股東是台信金控 但是如果說 那個 政府或是財政部 要想召集所有 他可以控制的股份 他可以控制的股份 來講的話 他還是可以超過台信金控 所以 所以 名義上現在來講 台信金控 他可以控制 彰化銀行 董事會 蠻多的席事 但是 那是因為是 我們的財政部 沒有exercise 他的一個 monopoly 所以 他是現在 兩家銀行 是獨立的 所以 你看看 台信金控 跟那個彰化銀行 他事實上 兩家公司 都還是個別的上市公司 對不對 所以 他可以 仍然是 有 控制權 但是他不會去 把兩家公司 合併在一起 另外的話 就是 購入資產 購入資產的話 就是把某個部門 賣給 對方 但是 原先的公司 可能就 還是持續的存在 OK 原先公司 還是持續的存在 那舉個例子來講 像 IBM 他就把他的 那個 Personal Computer Division 賣給了 大陸的 Lenovo 聯想電腦 那 他只是賣掉一個部門 那 IBM呢 現在還是有IBM 只是IBM現在不製造PC OK 那所以呢 這是 取得另外一家公司 經營權的一些手段 有合併 有購入相對多數的股份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直接取得他的某個部門的資產 OK 那 這是 我們在 財管裡面 所講的 廣義的 takeover 那我們 可能會比較 集中在 就是說 我們合併跟購併的這一部份 就兩家公司 合併 成立一家 私之上是 新的公司 好 那當然在不同的教科書上面對於所謂的merger跟acquisition 他都有 蠻不一樣的一個定義 那我們在這邊 不再去 很刻意的去分別什麼 購併 合併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們實際上只要有兩家公司 因為我們通常來講會有什麼 merger跟acquisition 那 比較 多的 教科書 他會講說 所謂的merger就是 A公司 詬病另外一家 B公司 然後形成一個全新的公司 這叫 merger 那所謂的acquisition的話 是A公司加B公司 仍然成為A公司 就是 大公司吃掉小公司 小公司就變不見 OK 那但是呢 有其他的那個教科書 很可能定義又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 不再把merger跟acquisition 做太明顯的一個 規定 我們就假設就是說 一個公司被另外一家公司吸收 然後我們這邊會有一個主動 主動的一個 或是那個 這是比較大的那家公司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 主併公司 叫acquiring firm OK 然後他吸收掉目標公司 target firm 的所有的資產跟債務 在購併完成以後 被受併的公司就 不再存在 OK 那有些文獻的話 是叫這個叫acquisition 因為他是acquire 另外一家公司 然後他原先公司是變不見 那有另外一種文獻 他是把兩家公司 公司合併以後 產生一家新的公司 叫consolidation 那就是A公司加B公司以後 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公司 所以原先的A公司跟B公司 都不存在 那這樣的一個行為 比如來講 就是像是 在2000年 1998 1999 那時候的Citibank 跟Travel Group 他們兩家公司合併 Citibank是一家銀行 就是美國 大概歷史 數一數為悠久的銀行 Travel Group 是當時的一家保險公司 那Citibank跟Travel Group 兩個合併以後 就叫Citibank 那理論上 Citibank 也不是原先的Citibank 也不是原先的Travel Group 而是兩家合併以後 全新的一個identity OK 這叫consolidation 那事實上 那在我們 在課的範圍裡面 我不會要強迫你去 區別什麼叫merger 什麼叫acquisition 什麼叫consolidation 因為我看過很多本的教科書 在這幾個動作上面 所講的定義 可以剛剛好相反 OK 所以 我們在這邊的話 就不再強求它的統一上的定義 反而你就會知道就是說 這是一個合併或構併的動作 那合併的 開始主張這個合併動作的那一方 叫acquieting firm 然後呢 被設為被構併的目標 那個叫target firm OK 那這個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就是它有三種那個 第一個就是兩家公司 就是直接合併在一起 不管它是玄心的公司 或是 遠先的主併的公司 的identity 那第二種做 就收購股票 股票就是 就像我剛才所講 台信金庫 去買了25%的 那個特別股 變成彰化銀行的 單獨最大股東 那一種的話 也算是一個 控制前的轉換 OK 第三個當然可以 收購它 某一個部門的資產 有這三種方式 那我們稍微要講一下背景 我們剛才有講過 我說在我找其他學生的時候 合併跟收購 這些動作事實上是非常少發生的 它好像是從某一個年代開始 這件事情才變得非常的流行 OK 好 那我們首先先講一下背景 這個合併跟收購呢 以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它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或是很道德上崇高的事 OK 這合併跟收購就有一點說 我是一個大公司 我看到有一家小公司 他罵你的東西不錯 所以我就把它買過來 OK 那以往來講的話 在沒有實證資料出來之前 大家都會講說 這個大公司吃掉小公司 然後它很可能在整個產業裡面的 競爭優勢就會變高 它的獨佔能力就會變高 那你知道我們學 比較自由主義的經濟學 你會覺得說 如果某一家廠商 他的獨佔能力增加以後 他會剝奪消費者 對不對 因為他的那個 他的就不要減少競爭 然後他的那個 掌控價格的那個 能力就比較高一點 所以大家會對 詞病這種事情 事實上是懷著比較 不贊成的 因為我們早期的自由主義的 資本主義的經濟學 是希望競爭場上越多越好 最好不要這樣子 那可是呢 後來我們 比較多的證據出來以後 我們發現說呢 其實這個合併跟購併這種事情 沒有原先想像那麼不好 第一個 我們說合併 我在合併的過程當中 那個被吸收的那一家公司 我們有一點像是 好像是說 這個我們 中國人古代傳統的那個 民間的戲曲裡面 常常會有那個 就是那個 有錢人家的那個 小孩子 看到哪邊 年輕貌美的女子 然後就要搶取名妻 或是 反正就是去把他 就是 搶取過來 這樣子 然後這對 當然 浪漫的小說的觀念來看 這一點都不浪漫 可是後來發現說 這些被合併的公司的股東 他事實上 後來財富都增加了 各位要注意 如果正在一個投資人的眼光 你原先 每股的股票 在獨立存在的時候 每股是10塊錢 但人家願意用13塊錢 去買你的股票 那你的財富就增加30% 那就等於是好像就是說 原先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個 一個貧窮人家的小女生 後來嫁到那個 這個有錢人家去當少奶奶以後 後來日子過得不錯 他好像也沒有怎麼樣complain ok 所以第一個 就是說 那個 好像被購病的公司來講 他沒有complain 因為被購病的那個股東 每個人的財務都增加了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第一個 就公司層面來講沒有受害者 第二個 我們後來發現就是說 公司購病了以後 我們好像原先會 不喜歡看到的那一些 所謂的那個什麼獨佔能力 Monopoly的power 好像也沒有 因為很多的公司我們後來發現 購病完了以後 他可能會發揮某些經濟規模 或是發揮怎麼樣的一個效率的提升 然後呢 反而對他的商品來講 他不但沒有漲價 甚至有些商品 甚至可以用更好的品質 或更低的價格來出現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消費者也沒有人受害 那所以呢 我們後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出來 就是說 其實購病的活動 不一定會引起所有 我們當初所想像的一些不好的結果 包含就是說 這個 這個 是不是那個 目標公司的股東 他因此受害 或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是不是消費者因此可以受害 那後來我們發現這兩件事情好像都沒有發生 所以呢 我們後來呢 才會有反托拉斯的管制者的態度逐漸改變 法令也會慢慢來鬆綁 OK 因為我們相信就是說 其實像很多的購病來講的話 他事實上是上下游的診病 上下游的診病 他很可能會維持他 那供應商的一個穩定 然後可以節省他採購的成本 對不對 然後他有些 比如來講 有些 同產業的診病 同產業診病 你會發現就是說 你很多小廠商你去經營 他非常沒有效率 因為他沒有採購上的優勢 那等到你說 你的規模營運比較大一點以後 你會發現你的採購上面 也能夠比較節省 然後有很多的部門 比如說行政方面的部門 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有五家公司 加五家公司的廣告部門 有五家公司的人事部門 有五家公司的會計部門 但是你如果把它整併完了以後 你會發現呢 有很多的部門的能力 他事實上是可以被精檢 那當然我們會發現就是說 那精檢掉你是不是會有一點裁員 我們後來發現 事實上裁員這個現象 也不常發生 因為公司都在擴充 那所以公司很可能只是把一些 某些行政部門不需要的能力 轉移到另外的部門 甚至我們發現說 這些公司整併完了以後 他事實上還有增加聘僱 因為他規模不但的過程 所以也沒有引起大家 所想像的就是說 那是不是 合併跟收購以後 是不是有大量的能力會被裁掉 那這些我們後來發現 是沒有存在的 所以在立法機關來講 從原先比較抗拒 合併跟收購的產生 到後來盡量想辦法去 去促成它的一個產生 那所以我們下一個禮拜再繼續來講